性骚扰事件评传引发社会关注 而今天是3月8号妇女节 现在妇女基金会就特别针对女性 在职场上受到性骚扰的统计召开记者会 这个数据就显示 有43%的女员工曾经在职场遇过性骚扰 而其中有超过八成的性骚扰加害者 就在同一个工作场域里 而老板占了13.8% 上司占了27.9% 最多的就是同事高达39.3% 对此律师呼吁企业要加强公司内部的性骚扰防治 让女性有一个安心的工作环境 高举手板大呼口号正值三八妇女节 现代妇女基金会针对女性职场 受到性骚扰的统计数据也跟着出炉 根据现代妇女基金会统计数据来看 有43%的女性曾经受到过职场性骚扰 不过竟然有高达八成的公司 那么是不知情或者是没有立即采取措施 根据调查职场性骚扰被害人与行为人的关系 上级就将近五成 同事则占比39.3% 超过八成都是朝夕相处 这无疑是对被害人造成莫大的心理压力 随着女性在职场上工作普及 针对人力银行统计数据 女性在职场上的工作表现 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金融保险业占比40.9% 接下来是大船与公关 餐饮住宿以及民生服务业 调查超过70%的女性认为自己经济独立 平均薪资就超过三万六千元 专家表示要建立更友善女性的职场环境 得先要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给予同等竞争加薪深迁的机会 才能让性别平等真正落实 华日新闻 万山翁前皇台北采访报道